上帝非常的驚訝 用他的時間把他的計謀反而用在想要愛人的人的身上 然而路德呢 路德全本書你都找不到一個愛字 出了一個有一個寫的愛目 愛目跟那個愛字又不太一樣 整本書都沒有講到一個愛字 波阿斯跟路德之間的愛 婆婆跟媳婦之間的愛 納爾比跟路德之間 那個婆婆跟媳婦之間的那種愛 都沒有看到一個愛字 但是整本書通通在講神奇妙的愛 整本書都在講神奇妙的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非常特別的兩本書的比較 所以我們把這兩本書 重要的兩個經節我們把它看一下 在儀司帖他說 你當去召具蘇山城所有的尤達人 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宮女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唯利進去見王 我若死就死亡 這是儀司帖很重要的一個經文 他把一切就放在神的手裡 他讓神做主 那我們再看看路德吉他做什麼 這個大概每個人都會背了 他說你往哪裏去 我也往 這是路德跟他的婆婆 拿阿米 他們兩個人 拿阿米叫這個路德說 你就回去你的本家吧 去找個人嫁了吧 我就一個人回去這個我的 婆利恒 回去我的國家 我們就走了 結果就是 他的媳婦對這個婆婆的回答 他說什麼 他說婆婆啊 你往哪裏去 我也往哪裏去 你在哪裏住宿 我也在哪裏住宿 你的國就是我的國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這兩本書 很多的不一樣的地方 很多的比較的地方 但是這兩本書 有一個很共同的地方就是 他們對神的態度 都一樣 對神的態度都一樣 不像我們現在年輕人 要結婚之前怎麼樣 我不要跟你公婆一塊住 我們可以住遠一點 我想跟你們公婆一塊住 但是路德說什麼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去哪裡不知道哪裡 我們再看看 路德記的前面一本書是什麼 謝神 容許我做一下 路德的前一本書叫做 世詩記 那為什麼世詩記 我把它跟路德記來比較一下 其實世詩記跟路德記 原本上是屬於一本書 原本上是屬於一本書 但是 如果你注意看世詩記的後面 從17章到19章 那就是另外一個附路 19章到結束那是第2個附路 有人說路德記是他的第3個附路 但是我們就照聖經 分成世詩記跟路德記 我們來看看世詩記 世詩記在講什麼 什麼是世詩 世詩就是這些審判的人 也就是上帝興起他們 來幫助以色列的人 敵伊黨怪物 敵伊黨這個外面的敵人來攻擊他們 所以講的都是英雄 然後基殿有幾個人去打仗 原本是要一萬多個人對不對 然後上帝說怎麼樣 人太多了 一直選人 尋到最後面幾個 三百 剩下三百人 結果他們打贏還是打輸了 還打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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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詩詩記裡面有基殿 還有誰很有名的 參詩 力大無窮跟Kevin一樣 但是那個人頭髮很長 Kevin頭髮很短的 但是 裡面有講到六個很有名的詩詩 但是他的整本書看起來是怎麼樣 很混亂 他們現在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一個情形裡面 他們結束的時候 那個時候 整本書的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那個時候以色列中沒有王 個人任意而行 那麼再對比路德記 路德記他整本講的很平靜 很平順 不是平靜也是很平順 這是一個很深斗小民 他們所遇到的問題 不像參孫力大無窮 不像基殿三百人 可以打败好幾萬人 那路德記他告訴我們的是 在最後的結題他說 波阿斯生俄貝德 俄貝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衛 那大衛就是以色列王朝 最有名的一個王 就是大衛王 不是很會吃那個大衛王 那我們看下面一個 slide 我們來看看詩詩記 詩詩記的生活的景況 我們從這個對你們的右上角 你們的右上角 詩詩記從頭到尾 你只要注意看他的通通都一樣 他們第一個是什麼 行言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他們背裡的耶和華 然後上帝就讓外邦人來攻打猶太人 以色列人 然後讓他們受苦 然後呢 他們受不了了就怎麼樣 他們就說哀求神 給他們 哀求神的憐憫 就哀求神的憐憫 然後呢神就看他們可憐 神可憐 他們之後就掀起了這些詩詩 這些詩詩 對吧 中文對吧 詩詩 掀起了詩詩來保護他們 帶領他們抵抗外國 然後等到他們打勝了之後怎麼樣 平靜了幾十年 有的人四十年 有的人幾十年 平靜了幾十年 然後呢 又固無太父 又來一次 那最有名在詩詩裡面 最有名總共有六個詩詩 那這六個詩詩就表示 至少崩毀了六次這個樣子 如果看聖經的話 六個大詩詩 不是大詩詩 六個主要詩詩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遭遇通都是這個樣子 一直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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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看看 下一張 這個 路德記 路德記的生活情況 我們看到這個 他們遇到了兵荒馬 不是兵荒馬 那就是北方在戰爭 跟外國 跟外國在爭戰 南方國中育有飢荒 然後 以利米的拿爾米這一家人 他們遇到了困難 遇見了困難 所以他們想辦法就跑到 跑到外地 然後怎麼樣 先生也死了 過了不多久兩個兒子也死了 拿爾米所遇見的是困難 之中再加上困難 然後聖經描述他 拿爾米他聽見 耶和華眷顧他的百姓 他馬上就轉向 在威向水的捲戶 他馬上就跟他倆的兒媳婦說 我們回去吧 雖然他走到一半有點後悔說 你們兩個女孩還是回去你們本家吧 找個人嫁了吧 不然你跟我到猶太 回去 柏利園你們 一個外邦女子要嫁給一個猶太人還是蠻麻煩的 但是拿爾米他做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決定 他說 我要回去我的柏利園 我要回去我的上帝的地方 到最後 這一整個家族他猛鬧上帝的大恩 他的媳婦路德得到這個波瓦斯的眷顧 然後兩個人結婚 然後生了小孩 然後一直生 然後夜席就生大胃 所以我們再看下一個slide 我們要從士師跟路德基這個作者的意圖 我們雖然不是很確定他的作者是 但是大部分的人他認為是薩摩爾寫的 薩摩爾寫士師跟路德基說 你要這兩本書聯合起來看的話 薩摩爾寫這本書 這個作者寫這本書的意圖 他就是要給當時的猶太人來看 猶太人那個時候是士師的狀況 士師狀況是很混亂很混亂很混亂 大家任意而行 佛中沒有我們大家任意而行 亂七八糟 所以先知這個作者跟他們講說 你們看士師的賴乳是這個樣子 是個奢落 一直賺乳一直賺乳 你們有看過小狗在抓這個 他的米巴有沒有 我們家的小狗在抓乳乳是這個樣子 抓抓抓抓 然後就抓不到 多累啊 他這個作者跟猶太人說 不要這個樣子 學學路德 學學路德 我們有困難 沒錯 我們遇到外邦人的困難 我們遇到有饑荒 但是學學拿而民 學學拿而民 我們知道我們的神會眷顧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的神會眷顧我們 不要跟四世紀 不要跟四世紀的時候 不要跟四世紀的時候 那樣的生活是一樣的 不要一直看錯 然後求神憐悯 然後神又幫助我們 然後又平安了幾年之後 我們又固太父母又再一次 這是作者對猶太人 當時他們所面臨的環境 他們一直鼓勵他們 這是作者對當時以色列的期待 那我們現在來進入這一個災要 OK 我們講到這個路德記就會講到 拿而民跟路德跟波阿斯 我們先講一下 拿而民就是婆婆 以利米勒就是拿而民的先生 路德是他其中的一個媳婦 剛剛我們剛才所讀的聖經 經文裡面有寫 如果你們來看經文這裡 你看看你的周報後面你就有 上面有寫說 以利米勒 拿而民還有兩個兒子 然後娶了兩個外邦人的媳婦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路德記 如果我們一般人可以講婆媳 但是我今天不講婆媳 因為婆婆跟媳婦的問題是 無解 那我們今天講拿而民 好 我們今天講拿而民 我們看看今天的經文 如果你把你的這個周報拿起來 看看我們今天的經文 我們可以看到祖前一千多年前 在猶大的柏利恆有一個家庭 他就是以利米勒拿而民 夫婦涵他們兩個兒子 馬倫跟姬妍 這是記者在路德記一章二節 因為所居住的柏利恆 還遇到了極光 父親帶著整個家 然後就移民到約旦河外 約旦河是什麼 約旦河是在這 或是這是約旦河 這邊是這個海 這個就是 你的左手邊 這邊呢 就是牛奶米米的地 就是柏利恆 是上帝所預許的地 柏利恆 約旦河的右邊 這就屬於外邦人的地方 那摩押就在約旦河的 右邊的下方一點 摩押的 這是摩押的地方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理的關係 把它搞清楚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那夫婿 這個以利米勒 他就帶著整個家 以利米到約旦河外的摩押地 他解決了饑荒的危機 但是卻接著面臨了這個家庭的男人 接連去世 留下拿爾米跟兩個外邦的媳婦 那三個寡婦到了拿爾米晚年的時候 拿爾米想要回到優大帝居 優大帝就是他的故鄉去定居 這個家庭照聖經的描述 短短的十年以內 他經歷了好多好多的危機 我們今天要來從這個故事 來從拿爾米來學習一些功課 我們不學路德 我們今天學拿爾米 這個路如果看我們今天的基本說 第一章第一節 當世事秉正的時候 就剛剛我們看看那個圖一樣 一直塞口 至少有十二次之多 因為他至少有十二個世事 所以他們被逆上帝 然後求上帝憐憶他們 然後上帝興起事事保護他們 然後他們又過了一道平安之 然後又開始犯錯 然後又開始引引神引中二的事 不斷的散口 至少有十二次 而在四世紀最後我們也看看 講到在那時候以色列中沒有亡 個人任意而行 簡單來講就是那一個時代 沒有人願意讓上帝來管教 那個時代沒有人願意讓上帝來管教 這是第一個外戰的危機 我們再看到經文他說 國中又遭遇飢荒 國中遭遇飢荒是怎麼樣 拿爾米和他的丈夫 以臨了跟他兩個兒子 他們就跑到伯利昂 他們就跑到伯利昂來發生了飢荒 那伯利昂這個名字 原本就是一個良昌的意思 良昌的意思 也就是蒙上帝所祝福的地方 那如果蒙上帝祝福的地方 也會失去祝福 良昌的地方也會有飢荒 那表示什麼 在四世的時代 因為路德記他是寫成 在跟四世紀大概是同時的時間 表示在四世的時代 以色列的境念是怎麼樣 大家任意而行 生靈塗炭 那我們再想想看我們生命中 是否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的生命一直在重複 一直在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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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睡醒 然後就吃飯 然後就上班 然後就下班 然後又吃晚餐 然後又睡覺 每天都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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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把上帝放在哪個地方 如果是有一個問題 一直重複的出現 或許上帝在提醒我們 我們是自己在做王呢 還是遵循做到 那我們現在從這個經文來看 這個聖經裡面 這個家庭的大家長 也就是以利米勒 以利米勒 他怎麼樣做這個決定 以利米勒 他怎麼做這個決定 對 就這一個 第二點 以利米勒做怎麼樣的決定 其實他做了一個我平常人 沒可能都會做的決定 他遇到了困難 他遇到國中有饑荒 而且是事實品證 而且是外邦人來攻打 以色列 而且是國中饑荒 他做了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 他做什麼決定 他就把他們一家人 就移民到摩亞地 都移民到摩亞地 在我們來看這很正常 這個地方饑荒 我們遇到另外一個地方 很正常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移民到了一個叫摩亞的地方 摩亞就是羅德跟他女兒亂門之後 所生的後代 而且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 摩亞也不讓他們順利的通過 所以摩亞地是上帝很不喜歡的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以利米呢 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決定跑到有食物的地方 但是他卻選擇了摩亞的地方 摩亞的地方 他是這個家庭逃離的積荒之地 離開了伯利冷 到跟神為敵的一個外邦人的地方 也就是摩亞 這個同時代表他也離開了上帝的祝福 也離開了改變這個家庭整個的未來 從一個外在的危機 進入另外一個更深層的問題 那是一個沒有神同在的地方 一個基督徒 他到了一個沒有神同在的地方 當我們認為自己有智慧有能力 有資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牢起很多的進來 我們想說用我的辦法就可以 用我的辦法就可以 以利米樂也是 用我的辦法就好 我帶我的全家離開這個 柏利恆到這個摩亞地方 絕對可以憑我的聰明才說 我可以養活一家人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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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惜的是 以利米樂他忘記了 先問上帝 因為他的名字叫什麼 神是王 他忘了問上帝到底是神 我這樣走好不好 那後來呢 他們到了摩亞地之後 幾年之後 照聖經的解釋說 以利米樂這個大家長 怎麼樣 死掉了 以利米樂他想過他 這麼快就死了嗎 我想他死掉為止 我想他是死掉為止 什麼時候 死這個朋友來拜訪我們 我們都不曉得 明天要去我們生命我們也不曉得 但是我們想說 沒有按照的方法做 明天就會更好 但是我們常常忘了死 我們常常忘了死 那對一個新一名來講 這個大家長已經過世了 生活馬上出問題 這是一個困難 但是 在聖經裡面第三節 先告訴我們另外一個事情 這困難的事情 沒有這樣就解決了 第三節說什麼 他說 他說 後來那名丈夫 已經夠可憐了 而且是在外邦的地方 已經夠可憐了 結果沒想到他說 我娶了媳婦 至少我把兩個孩子養大 娶了媳婦之後 我也可以安詳天年的吧 誰想到這兩個兒子怎麼樣 也死了 也死了 最慘的是這兩個兒子 也沒有留下孫子 那怎麼辦 台語叫做什麼 要怎麼繼承這個 這個 以利米勒他在伯利能的家產 他沒有一個兒子 沒有一個孫子 怎麼去繼承 台語叫做什麼 阿姆阿姆阿姆 這樣 要再依依national 後面那句是什麼 嗯 婆婆要生孩子 台語叫做 家庭 家庭 要怎麼樣 中文叫做 阿婆要生孩子 要拼 要很拼 要很拼 丈夫死了 兒子也死了 又沒有孫子 怎么办 一个家庭从伯利兰出来是四个人 和和乐乐四个人 然后死了剩下三个人 然后好不容易把这两个小孩子养大了 然后娶了模样一次变了五个人 然后没想到还没生孙子之后 两个儿子又死了剩下三个寡妇 真的是没忘了 没希望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 那阿弥他心里面怎么想 他内心的哀痛是什么样 他可能生活会成问题 因为家里面的男人都没了 生活可能会成了问题 他的家庭怎么样 衰败了 他的家庭衰败了 就会以后面的经济会想说 我满满的从伯利兰出来 我现在是空空的要回去 多惨 而且他面对了什么 生命的荒腐 因为那是摩亚地 是个没有神的地方 资助没了 资助没了 希望没了 连神都不在 连神都不在 够惨了吧 但是我们常说危机就是什么 危机就是转机 但是转向死亡那个机会 还是转向得救那个机会 就在你的选择 就在拿尔米那一个时候的选择 我们看十年之后 我们看十年之后 拿尔米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拿尔米他做了 离开摩亚 返回他的故乡的决定 而这个决定呢 他却翻转了这整个家庭 整个家族的命运 我们再看 他在和丈夫跟在这个 路德基一章五到六节 他说在丈夫和儿子时候 他就跟两个儿妇起身 要从摩亚地归回 我们可以看看 为什么拿尔米他决定要回去 如果你们看看圣经的经节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拿尔米他决定要回去 他没有说因为丈夫死了 儿子死了都死了 不要回去 他没有说 如果照圣经讲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因为他在摩亚地 他听见了耶和华 看顾自己的百姓 他听见耶和华 眷顾自己的百姓 他只有听见 那个时候还没有internet 他还不晓得 他应该要去查证一下 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只不过是听见了耶和华 眷顾他自己的百姓 四两时给他们 所以他听见了上帝的作为 直到上帝开始祝福了 想起了上帝的他的恩典跟慈乐 在摩亚在没有神的地方 他想起了他的神照顾他的百姓 所以他就做这么一个决定 他说我要回到上帝的地方 我要回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回想一下十年前 他跟随了他的先生叫以利米勒 虽然他的名字是神是主 神是王 但是他却做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决定 在十年之后 他选择回到上帝的地方 在这十年之后 他立即丧心之痛 他想到说 就像在这诗篇里面你们常常听到的说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可慕你 这是在诗篇就是三篇第一节 我相信阿弥那个时候还没有十天可以 但是他的心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他切切的渴慕在他人生最无助的时候 最没有 最悲伤的时候 最看不见希望的时候 他说神啊 我听见了眷顾你自己的百姓 我现在就回到你那边 他的心就这个样子 他就绝对往回去了 那面对自己的悲剧 你说这个 纳尔米她说 我就要回去 我就要回去这个 伯利尔米回到我的故乡 回头 他要回头回去他的故乡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 你们想到为什么 因为在圣经里面说我满满的出来 我现在却空空的要回去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一锦还乡 有没有 如果Kevin来到美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不像现在一样 他是养猪 跟那个游浪汉一样 吃猪的饰料 怎么样 然后满身都是猪食的味道 温起来就跟猪的味道一样 我实在不应该拿这个Kevin他一直 他就坐在我坐的前面 当你一锦还乡的时候 你都多希望一锦还乡是风风光光的回去 但是在新约跟旧约 路德跟这个浪子的故乡 他都很特别 两个一锦还乡都怎么样 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是怎么样 他什么都没有了 都空了 什么都没有了 而这个时候 就是拿尔比他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决定 而且他这个重要的决定 还不单单这一个 不单单是面子的问题 他回去之后他要做什么 他要怎么维生 他还是一个老妇人 他也不能出去工作 而且那个时候外邦的女子 在这个犹大人的社会里头 路德 他也不见得能够受到犹太人社区的接纳 而且是一个寡妇 又外邦人 所以他们的处境是非常非常困难 他处境是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拿尔比只因为他听见耶和华 眷顾他的感情 他就走吧 而路德就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他就跟随拿尔比回到佛利恒 就这么简单的信心 有谁能够保证拿尔比跟路德回到佛利恒 能够有这个亲朋好友来帮助他们 能够找到食物 虽然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社区他们收成的时候 每个田的四角都会留下来给穷的人 或者是寡妇来这边收 但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还不见得能够去收 还会被盘视 然而在经历了十年的外邦的生活 流浪了十年之后 拿尔比他不但要面对未来 返家之后这种生活的苦况 然而他却深知在路德一章六到七六八节跟九节 第六节说的 他说这个时候他对上帝的认识是 眷顾自己的百姓 使粮食给缺乏的百姓 这位是为恩待人的上帝 这位是让人得享平安的上帝 他就选了这三人 他就决定要回去佛利恒 他所做的决定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下的结论 我们来看看以利米勒他所做的决定 我们刚刚讲说以利米勒他就是一个王 他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他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个选择 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而不是用他的名字 用神做王 来寻求上帝的代理 那有人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 也讲到这个移民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一个 这个这个谁 以利米勒我们就说他不好 那为什么亚伯拉罕我们就说他好 以撒我们就说他好 以撒他也是遇到国中有饥荒啊 对不对 亚伯拉罕也遇到问题啊 但是那个 那两个例子是非常非常的好 亚伯拉罕是什么样 是神告诉他 从你的本地本祖出来 上帝告诉亚伯 你出来吧 这是有上帝的应许 你出来吧 那以撒更好吧 以撒跟 就是以利米勒他们家里所遇到困难 是一模一样的 以利米勒遇到国中有饥荒 以撒也遇到饥荒 结果以撒要下到哪里 下到埃及 结果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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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半的时候 到了基拉罕的时候 上帝跟他讲说什么 Stop Stop 到这里就好 到这里就好 到了基拉罕就好 你就留在这里 我就会赐福给你 到了这里就好 不要再到埃及去 而且那个时候 如果以撒到埃及 这个决定是很正确 因为埃及那个时候没有饥荒 有很多富足 但是上帝说 Stop 到基拉罕就好 你就到基拉罕的话 他说 我必坚定我向你赴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要加征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 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放我比你的后裔得福 所以以撒就住在基拉罕 而且他那一年怎么样 照圣经描述什么 有百倍的收成 只因他听从耶稣 神给他讲说 你就Stop 到基拉罕就好 然后以利弥勒他怎么样 他也没听到上帝说 去吧 他说你下到这个摩亚 还是说你到摩亚 还没到摩亚之前就停了吧 到了死海的上面你就停下来吧 他都没有 他就直接就决定到摩亚里 而且是那一个地 是没有神的地方 当我们选择上帝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上帝的声音跟指引 同时我们也发现 上帝常常跟我们想法不同的时候 我们只能学习顺服 相信神 相信 学习相信主跟顺服上帝的带领 你们说我怎么会知道呢 这并不是说要我们不看环境 而是要我们宁愿选择相信上帝 不是让我们不看环境 而是让我们选择相信上帝 我们一生会做很多错误的选择 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我们会做出很多错误的选择 但是为什么不回头 为什么不回头呢 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分析 跟我们的判断 来做我们的决定 但是当我们做错决定 离神越远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该如何回头 我们会做错决定 但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让我们学会 转向祂的卷部 那拿尔米的名字 他原本就是田 拿尔米的名字是田 等他做了不同的决定之后 他改变了他跟路者的人生 他也带来整个家族的改变 他用相信上帝的眷顾跟开路 他决定重返活力了 他不单单面对异景环境的问题 他也要面对他生活上种种的困境 但他仍然相信他的选择是对的 他的选择上帝是对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圣经 在最后第一章 第一章最后一章二十二节 一章二十二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 记载的非常奇妙 拿尔米决定要回到他的伯利 神的安排是特别的 是奇妙的 我们说神在我需要的时候 祂到底在哪里 但是从这一段天我们看到 神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奇妙 我们看到消息传到摩押 说犹大也有充足的粮食 然后你就相知耶和华的眷顾 就立刻准备起传回家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饥荒让这一家人离开了伯利囊 而这耶和华的眷妇 却让这一伤的寡妇 再次的重返了伯利囊 也就是两仓 有的是充满上帝祝福的地方 是上帝解除了饥荒 给拿尔米开的这一条路 而更特别是在第一章 22节的最后 他说什么 看到那一丝一丝很小很小的光 他说什么 他们回到了伯利恒 正式动手割大脉的时候 拿尔米跟路德这两个婆媳 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正式动手割大脉的时候 我查了一下割大脉大概多久之 大概三四个月 收成之大概三四个月 所以如果拿尔米跟路德 提早两三个月回去的话 他们会饿死 慢了三四个月回去的话 他们也要饿死 路德遇不上伯阿斯 路德遇不上伯阿斯 后面就没有了 他们两个人都饿死了 但是上帝的 如果你归回了上帝 上帝的时间就是那么奇妙 他让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他让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正式动手割大脉的时候 他让路德也碰巧遇上了伯阿斯 他也让拿尔米想起的伯阿斯是 他的一个远方的亲戚 上帝的时间就是这么奇妙 我们回转来看我们自己 在我们生命中 是否也正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断的重复 我们的婚姻的关系 我们亲子的关系 我们经济的关系 我们遇到外面 权力财务的诱惑 甚至是社的诱惑 同样的问题 一直一直在重复的发生 就跟世事纪一样 我们一直一直在sircle 我们何不像路德纪一样 直线一直走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拿尔米一样 只要我们一听见耶和华的眷恶 我们就回头转身 我们是不是也能 仿佛就听见伯阿斯 正亲身的对路德说 你来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识 你来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识 我们一头低头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王感谢你 我们从哪里 这位婆婆 她的一生 我们不仅仅看见面对困难 我们的心 是悲伤 当我们看到我们家庭的衰败 我们的心是充满了怀疑 当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荒谷 不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是如何 我们秒然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但愿当我们只能 但愿当我们只能 但愿当我们只能听见 耶和华如何眷顾他的百姓 我们就有心动 我们就起身 归向神的眷顾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祝求 阿们 阿们 来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要唱这首歌 转向他的卷顾